施政報告的看法有甚麼評價 施政報告有很多碎濕濕,所有東西都在一起 但大家會希望看到你怎樣帶領香港發展的大方 我覺得合格有餘,但為何取不到高分呢? 最主要原因是 它走蓋面很闊 飯飯都有提到 歡迎大家回來第二節的古壇思見 可能近年零售業在香港的表現也不太好 施政報告也有著墨希望可以吸引多些旅客 其中一個建議的政策就是 希望向中央申請恢復深圳的一簽多行 這個簽證可以來多次香港 以及擴大一週一行的內地試點城市範圍 我想問三位你認為政府的建議中央會否接受 另外如果真的推行的話 究竟對香港零售以至經濟的實質影響有多少呢? Ruwa你可否跟我們分享一下? 它說得應該中央已經接受了 如果不接受它不會這樣 不會公佈 我會說現在的遊客的個人消費額比較低 我們看回到2018年的幾成 即是六、七成 即是到現在都未去得回以前的數 所以如果你要依賴這些東西 你說邊際上怎樣都有一些幫助 即是你搞一下那些房子 那些房子怎樣都有幫助 那你搞一下多些遊客來 那怎樣都有少少的幫助 但是那個幫助是否這麼大呢? 其實我經常想它有沒有需要搞那麼多什麼旅遊的東西 那都是我明白的 因為有人說要旅遊 那當然要搞 但是因為旅遊就算去到2018年左右 都是GDP的4.5% 那零售是2、3% 其實是一些很少的東西 我們最厲害的東西是金融和物流 都是各自有20%左右的 那會不會你說就算我給你旅遊增加10% 那你不是多0.4% 你搞極都是那些小事 但是你好像搞了很多東西出來 那我會覺得重點是經濟轉型 各樣長遠一點的投資 這些就是給大家短期覺得 我都是有做到事的 我都有些止痛劑的 幫助大家 即是有成效但未必很大 是的 Joseph 你認為會對零售幫助 即是鋪位或者整體的市況? 我同意其實現在很多國內客人來香港 消費模式改變了 都不像以前那些奢侈品 還有它逗留香港時間是縮短了 如果不是我們的酒店業都不會那麼慘 現在酒店都不做 要轉回學生宿舍 很明顯就是根本沒有這個需求 我覺得你給它來多些 它都是這樣的模式 我覺得當然是好 這是好事 但是不是很嚴重的影響 我又未必覺得 我覺得其實世界其他國家的遊客 你記得我們高峰期的時候 香港每年大約有八千萬人來香港 我們現在跟他們的距離相差很遠 如果能夠去到以前的水平 當然是很嚴重 以前國內旅客來香港都可以很厲害 但以前他們是有花錢 即是買明標、買漂亮衣服 但現在都是一些基本消費為主 施先生你認為有沒有幫助呢? 會不會有幫助呢? 有兩件事 一定會幫助大個政府 只是放人來的 第一件事 現在美國減息 美元的匯價可能會下降 港元會跟著一起下降 港元會價低了 我們就出外消費 沒有以前那麼爽手 去到日本什麼都覺得便宜 如果會價跌了 你出到去什麼都覺得貴 那就出外消費會減少 別人來到香港 覺得香港的東西會便宜過之前 當然現在美元的匯價有跌過 又上升 但總的趨勢可能之後會下降 這會有幫助 另一個就是主要看國內的經濟 我相信國內的人都喜歡買名牌 不過現在經濟沒有那麼好 他們便消費受到壓抑 如果國內的經濟擺脫下行的壓力 其實他們的消費能力很強 中國人是儲蓄最多的人 所以他們現在儲蓄好 遲些不用為未來的風險 作這麼多準備的話 他們便樂於洗 來到香港 我相信這個改善會好 只是放他們下來 放他們下來便人多了 用不需要錢 要整個經濟狀況改善才會好些 先生認為宏觀因素影響應該大過我們的政策因素 除了針對內地的旅客 也有針對其他地方旅客的措施 但也有熱烈的討論 譬如政府鼓勵的士車隊提供阿拉伯語資訊 有些評論認為 究竟我們的target client 究竟是歐美為主 還是中東為主 還是不要選客 甚麼人都要來呢 三位認為施政報告指 開拓中東客員 其實在香港是否真的可以做到呢? 他也說了一段時間 其實我看回旅遊業的報告 中東的客人是花錢多的 有些東西都花 但譬如大陸那些可能六七千 東南亞很多六七千 但問題是人家有沒有東西需要來 或者想來 這才是最奇怪的事 你很少見這些好客 有時候去那些歐美無端端有些 炸帽子 然後去那些好名店狂買的 有些這樣的人 但香港就好像比較少 我覺得如果他們一開始來 都會是商務為主 但你有沒有商務 跟他們搞 這是一個問題 即是他們來的原因? 真的嗎? 是的 他們會不會來這個旅遊呢? 總食你有沒有見過中東的旅客來香港? 我覺得應該全世界的旅客都歡迎 其實我們不應該說 集中火力是甚麼人 我們要特別為他們服務 我覺得全世界應該搞些東西 去吸引全世界的人來香港 如果政府是希望我們特別對一些地方的旅客 有些特別的措施去做 例如你剛才說 在的士上有阿拉伯語的 這些有些莫名其妙的 這是很奇怪的 其實全世界的旅客都歡迎 包括我們國內的人 Rola提到有些原因令他們來香港 我看過你好像寫文章 香港可以考慮一下這個開島 令到多些旅客來的 現在你還有沒有這種看法? 或者有沒有想著跟政府建議一下? 我自己原本就不是這個意見的參與者 不過有朋友跟我說過 我覺得都可以的 一個就是你看澳門搞的城市 基本上是賭場搞的 你要找賭場人來跟他們談的條件 他要做多少城市、多少善事 讓他們搞好政府 現在想出來的又被人談 你就讓商界去搞 另外有一個想法就是 我覺得香港現在要標榜 我們還是一國兩制 你一搞賭場 你知道你當然是資本主義 你社會主義大部分都不會搞賭場 你搞得賭場 香港還是至少兩制還存在 這是一個象徵意義 有些人說 你搞了就搶了澳門生意 香港不搞 我看日本以前都不搞賭 現在都在想要搞 韓國又搞 我相信很多地方都搞 新加坡以前一直都反對 最後又搞 我們香港是不賭的嗎? 我們不用懶惰道德 賭馬不是賭嗎? 鄧小平也說馬都可以照跑 因為可以照賭 我認為應該有一個更開放的態度 搞了起碼都有一堆人來玩 我看到新加坡那些說 除了自己人要給多些錢之外 日場費 另外他說好像家庭有一個成員反對 就不讓日場了 有些東西可以學一下 我覺得 波又賭緊 馬又賭緊 馬爪又打緊 那做甚麼不讓他們賭 就是不用裝作 這是一個開拓客人方法 應該多少會多些生意 倒是一個挺有創意的建議 另外其實政府也有創意的建議 或者在內地其實都在推行的 就是發展這個低空經濟 成立了發展低空經濟工作組 拓展無人機、應用、配送、測量、建築等等 航拍的業務 三位都認為內地這種低空經濟發展 擺放在香港其實是否真的能用到 究竟是一個理想 還是有對經濟未來很長遠的實質幫助 我想它是想推動科技業 但到北部都會驅養味較好 這個東西可能可以快些起動 而且很明顯是想億某些公司 不重要的 因為某些大陸的城市 都會選擇一、兩間公司 和它發展整個城市的智慧 智能登署、智慧等等 但是那些會發展得很快 這個都會是大陸比較盛行 喜歡那些計劃、多些經濟的東西 譬如現在推行這件事 我覺得是一個它可以容易一點開始推行到 因為它已經在玩無人機 雖然有何時開不了 但在香港的方面 我想香港的一些法規是會緊一點的 譬如你說不如找那些無人車 在香港走 但其實香港要搞法規 是會比中國大陸更慢 而且他們都很想一些東西 真的安全 雖然那些無人機飛來飛去 各樣的問題 我想它需要比較多的時間去解決才能用到 其中一種評論就認為 低空經濟也要有一個發射的點 可能在不同的商業、地方的頂樓 開設這些可以升降的地方 其實Josie 以你的經驗 其實香港做這件事是否能做到 要做不是說做不到的 但我想回答你剛才的問題 這個低空經濟在香港 我覺得特首都是拋出一個想法 就是以智慧城市的方向向前走 事實上低空經濟是否在這次的重點 我個人覺得是有點早的 香港來說 因為香港和國內很不同 國內的地方是大很多 香港是非常密集、非常小的地方 事實上低空經濟是否在香港 真的會發揮到 你試試在旺角全保高樓大廈 那架飛機跌下來機會大很多 因為它的信號接收可能很大 我們在香港搞無人機表演 深圳也沒有受太陽離子的影響 我們香港也停三次 你想想連這樣也做不到 那搞甚麼低空經濟 即我個人說 連表演也做不到 這是第一點 香港是否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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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從這個街頭到那裡很近 即是下街吃飯 對面是否真的要叫飛機 就是中間的士 這個有點奇怪 先生,這其實也不是一個重點 建議 我自己就從自己的感覺來說 我覺得原物責 我們就經常都會失車 如果你的科技真的進步到一定的水平 那你駕駛塞塞一下就可以升起 飞過去,都頗差的 問題就是科技出了來未 剛才曾先生的擔憂 其實如果科技好 其實出意外的機會都少了 當然現在這個水平可能是未做到 可以送外賣,或者有無人機 好像空中的士,你敢不敢自己去駕駛 敢不敢坐? 但是我認為科技上克服它不是難的 即是物質,不是一個妨礙 而是製造的需要 因為空間位置當然多於路面 如果你的電腦系統、雷達系統做得好的話 我認為將來是有機會的 例如低空經濟類似的建議 在施政報道也不少了 時間關係我們都不可以一日評論了 要綜合所有問加分最好的問題 如果你們評分或者綜合你們 如何對施政報告的看法有甚麼評價呢? 可以說有甚麼評價呢? 我會說例如你剛才提了幾個不同的論點 甚麼大部分經濟各樣 但你會看到一些很碎濕濕、很細的東西寫了下去 即是它變成了施政報告是很多碎濕濕的東西在一起 但其實大家會希望看到你怎樣帶領香港發展的大方 現在其實最糟糕的就是那種經濟轉型 大家很迷惘 中小企辛苦讓你環師不環滿再搞久一點 即是它有很多這些東西 但我都相信它比較長遠是搞過北部都會虛 但它需要時間搞 那科技的問題就要慢慢等它成形 所以中間它就會說一些這些比較短 或者未成形的東西都會砌下去 所以在這方面希望可以看得清楚一點 香港怎樣可以走未來的論路 即是要再清晰一點的方向 但我覺得它譬如我看火 我覺得它的數字是算對的 即是它不是很過分的 你一看下去真的不行的 我覺得是有認真去計算過的數字是合理接受的 明白 Joseph有綜合評價這次施政報告呢? 我覺得是合格有餘的 之前也說過政府也聽到很多聲音 很多事情都想做 方向它也找到 它也尽量想做一點 所以它也有涵蓋 當然成效有多少 我覺得不是太大量點的地方 但為什麼拿不到高分呢? 最主要原因是 從這份施政報告 我看不到國家領導人一直希望我們香港改革 國家領導人已經不斷苦口婆心說過很多次 我們香港是需要改革的 你看到國家最近的經濟改革政策 是很大刀闊斧的 是很跳出框框的 從改革這個角度看 我覺得這份施政報告是看不到 香港已經可以跳出舊有的思維 從這一點來講 我覺得是拿不到高分 所以要再做多些事情 施先生認為是否僅僅合格還是 你都比較認同這份施政報告 老實說我沒有看完整份施政報告 份卷也沒有看完很難給分 我的感覺是 它走蓋面是很闊的 飯飯都有提到的 基本上只能夠做到重規重矩 但是其實有個主題 有個主旋律是設中民意的 市民就會覺得說到我身裏話 現在其實香港的一個問題是 以前我們做開國際的聯絡人 聯繫中國和世界 現在中國和西方世界的矛盾越來越大 譬如我們說想發展歐美的旅遊區 他必須旅遊警示你 那你就怎樣去托呢 譬如金融 他又限制他的資金買中國的公司 但是香港上市公司很多都是中國來的 我們其實是遇到很多困難 但是應該怎樣去處理這些問題呢 我明白香港只是作為中國一個特區 要處理 政府也沒有給外交、軍事那些權利 所以你能夠扮演的角色是很少 我覺得即使你扮演的角色很少 我見新加坡政府他們的領導人都會站出來 新加坡也是一個小的城市國家 都受制很多 他是將自己的處境 解釋給人民聽 將自己將來會作什麼選擇 遇到這樣的情況會怎樣 他們的基本定位是怎樣 說出來人民就知道大概方向是怎樣 我覺得這些就是 你施政報告是要給我們一個大的視線 即是我們前景大概是怎樣 我們看到什麼事情 會估計遇到什麼事情 政府是怎樣準備 這樣我就會怎樣對待 這樣我就會怎樣對待 即是如果是達到一個這樣的目標 那些人就會覺得聽完施政報告 心安安一點 知道未來的路可以怎樣走 當然要做到這樣說就容易 美國總統也未必做得到 那我也不可以要求他太高 但是我相信如果能夠不用說那麼多 你最主要的事情是說清楚一點 效果就會更好過什麼都說 所以綜合三位意見 有細節都有執行的 但是大方向可能要更加清晰 對香港就會更加有幫助 各位觀眾網友如果對施政報告有任何的意見 歡迎在留言區留言給我們大家討論 還有如果喜歡我們節目 like share和訂閱我們730的頻道 我們每星期都有節目 我們下星期再見拜拜